那我們分享幾個就是您在 製作知識也好教材的時候可能會用到的幾個工期 那第一個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透明圖 這個蠻重要的 我不知道平常各位搜尋關鍵字的時候 你會不會找 這種關鍵字 有找過這種關鍵字嗎 有嘛 有的有找過那為什麼要找這個因為要找這種 透明的圖 透明的圖以後你要做合成比較方便 或者你要用在簡報裡面 也比較方便 因為他就去備好了 我們就去備好所以呢 你可以搭配那 PNG跟SVG 主要是PNG會是屬於點證圖 好那SVG是屬於向量的 那他也是現在HTML5以後 網頁上的向量標準格式 以前我們可能大家都知道Flash對不對 但Flash並不是標準 並不是標準所以現在 SVG算是標準的向量圖檔 那你可以在你要找的關鍵字後面 空一格之後就加上這樣就好了 加上這樣之後最重要是你要確認一下 你如果看到這種 後面是這種格子狀的 表示這個是去備 好去備的 那你存下來之後就可以直接拿到簡報啦 或者是你的 一些教材裡面直接使用 就比較方便 那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 那SVG存下來 他預設的那個 圖片的格式 你可能會看到他是IE 就是他是網頁格式 好那 沒有關係一樣是可以直接拿來用 當然SVG比較特殊一點 你可能要用在一些美工軟體裡面才可以用 因為他畢竟像樣的 好我們一般的Office的那TOWPOIN他可能就不支援 他就不支援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吧 你可以稍微找看看 有興趣的 像我直接找一個好的 好 你進到Google裡面 這裡 那我們就像剛剛那個 PNG 好 你點到一個 他會 先跑一下 下面這裡有一條 先跑一下 確認一下 因為並不是所有PNG都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透明的 只是這樣子比較有機會找到是透明的 好 那利用他在找的這個過程我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畢竟你找這樣的圖 總是 還是會有著作權的風險 對不對 如果說你想要找比較open的 你也可以找這裡 有一個 這邊 這裡 好在我們那個延期資料這裡 你點進來 這裡有一個合謂 CCO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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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圖 一般 各位有聽過創用CC吧 有嗎 學家的著作權 我記得 教育部都有規定要上 有嗎 所以應該會有 那 一般著作權他會標示說 我是可以 商業使用呢 還是 個人使用 或非商業先使用 那 這種CCO的 他是 都可以用 最重要是 連這個都不用 拿了就走 好拿了就走 所以 你也可以找找看 那麼 現在呢 他有一個 有一個是那個 台灣有人有做這個 圖庫的搜尋引擎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過去 直接找 好直接找 那有時候像我們剛剛找 口的 這樣你就比較不用擔心 反正這些都是 這樣了解吧 好 那 他主要來源是來自這邊 好主要來源來這邊 那你也可以找看看他有包含一些其他的 所以你點的時候他應該結果會不一樣 結果不一樣 這樣的話 你至少 誤觸那個 作作選地雷的機會 相對少一些 畢竟他連標示都不用 那就直接拿了就走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好所以 這個是 您在找一些 圖的時候 可以 了解的 那麼 待會呢 我們看看右手邊 其實我有幫各位準備 也就是 各位桌面上 不是放了一些東西嗎 對不對 都沒用到 對不對 那我 只介紹幾個 第一個 你需要抓圖片 對不對 螢幕上的畫面的時候 這個 好用 再來 有沒有常常 剪貼來剪貼去的 所以你要會用這個 剪貼布 大概這兩個 那至於說上課的方式錄影 那我就先暫時不講 OK嗎 我就先介紹這兩個 好那您可以找一下您的桌面上 這兩個 軟體應該都在 你的桌面上的 而且是不用安裝的 您先找看看 好 好 OK 好